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总统拜登昨天签署了价值高达430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案 内容涵盖气候变迁 医疗保险和税制等三大领域 被视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法案 根据该法案 联邦政府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 投资约3700亿美元 在医疗保健领域投入约640亿美元 以降低处方药的价格 强化医疗保障 法案包括对部分大企业征收15%的最低税等 致力于在未来10年内创造近74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民主党援引国会税收和预算办公室的分析说 该法案将使联邦赤字削减3000多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投下了反对票 对此 拜登批评共和党说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民主党人站在美国人民的一边 每一个共和党人都站在特殊利益的一边 国会中的每一位共和党人都投票反对这项法案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 新法案将产生相反的影响 麦康奈尔批评 拜登签署的这项法案 意味着更高的税收 更高的能源账单 和激进的国税局审计 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 怀俄明州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 在共和党初选时败给了川普背书的对手 他计划加入一个两党联盟 确保川普永远不会再担任总统 利兹切尼是调查去年国会山暴乱的 特别委员会副主席 也是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十名共和党人之一 利兹切尼在落败之后发表讲话 提到若他同意是川普赢得前年的大选 他很容易在选战当中胜出 但他不会这么做 未来也不会减少对川普的批评 切尼今天表示 他计划加入一个两党联盟 确保川普永远不会再担任总统 切尼说 我认为川普继续对我们的国家 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和风险 我认为要击败他 就需要共和党人 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 建立广泛而统一的阵线 而这正是我想要参与的 切尼重申 他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川普 在未来的选举中重返椭圆形办公室 切尼还表示 即使由民主党继续控制国会 这也比川普担任总统要好 他说 现在否认选举的人是共和党人 我认为不管你是什么党派 没有人应该投票 给那些支持选举舞弊说的人 他坦言 共和党的状况非常糟糕 可能需要几个选举周期 才能完成改革 摆脱川普 以及脱离对他的个人崇拜 当地时间8月17日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表示 土耳其和以色列将互相任命大使 以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但是恰伍什奥卢也表示 土耳其将继续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力 以色列和土耳其今天宣布 相互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将互派大使 但土耳其当局强调 此举不意味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表示 我们不会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以色列看守总理拉皮德办公室 在声明中表示 决定再一次升级两国关系 为全面外交关系 恢复对两国派驻大使和设立总领事馆 升级关系将对深化两国人民 扩大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 以及强化区域稳定做出贡献 由于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 两国关系于2008年开始磨损 双方过去数月持续致力修补关系 2016年两国和解之后 因美国将驻乙使馆牵制耶路撒冷 双边关系又于2018年生变 土耳其和以色列2018年相互驱逐大使 2018年至2019年间 逾200名加沙民众遭到乙军的击毙 双边关系再度瓦解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 三月对安卡拉展开具有指标意义的访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那项访问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 欧洲近期遭遇500年的大旱 极端高温导致欧洲多处爆发野火 西班牙东北部的森林大火炎烧多日 仍然无法扑灭 浓烟甚至蔓延到了首都马德里 西班牙东部的巴伦西亚地区近日遭遇山火 当地投入数以百计的消防员夜以继日的灭火 日前更发生有火车差点开进野火区 虽然司机紧急倒车 但是部分乘客因为太过惊慌 自行打破了车窗 跳车逃生 导致多达20人遭到烧伤 当天有一辆火车计划从萨贡托开往瓦伦西亚 但是没有想到途中遇上森林大火 火车驾驶发现前方火势猛烈 而且火焰距离铁轨非常的近 担心继续开下去会有危险 随即停车并准备倒退行驶 不过由于乘客发现火车已经被大火包围 担心最终会被困在车内无法逃生 慌张地打破车窗调生 结果导致有多达20人遭到烧伤 根据记录 西班牙是欧洲这波野火灾情的重灾区 光是在瓦伦西亚地区 就有三场火持续燃烧 强风更是助长了火势的扩散 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人被迫撤离家园 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在救灾的过程中遭到烧伤